在核战伊云笼罩全球的冷战时期,美苏两国都囤积了数以万计的核弹头,双方建杆弩张随时都有撸起袖子开票的可能,大规模的核战争一旦爆发,怎样才能有效保存几方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及其通信保障能力,指挥全国军队,要动地方政府执行作战命令,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严峻问题。 在通常情况下,深藏地下,设施级背的地下指挥中心可以很好的附带起这个重任,美国的一部空中指挥机但是国家首脑由于工作原因,不可能随时待在地下指挥中心的附近,万一遇到突发事件,来不及进入地下指挥中心怎么办,那就需要一种快速机动,安全高效的移动指挥平台随时在国家首脑身边盖命,这就是显为人知的空中指挥机。 如果爆发了核战争或者大规模常规战争,自然灾害,国家首脑不管身在何处都可以第一时间登上飞机坐镇指挥,因此这种飞机也被称为核战末日机,空中指挥机也被称为核战末日机,是和大国的最高机密之一。 美国的伊斯空中指挥机是由波音747改装而成的,虽然核战末日的名头听起来挺恐怖的,但是飞机本身的模样却是平平无奇。 与普通波音747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机身背部有一个凸起的整流罩,用于安装数量多达46组的卫星通信和超低频通信天线,远远看上去就像一个驼北,伊斯空中指挥机的保密程度。 甚至超过了大名鼎鼎的空军一号,装备了最高密集的通信指挥系统,美国空军总共采购了四架俄罗斯的1280空中指挥机,其中每天至少有一架盘旋在美国本土和海外主要军事基地之间往返的途中,另有一架全天候跟随空军一号行动,确保美国首脑能够随时立即登机。 为了满足这种苛刻的任务要求,伊斯空中指挥机有变态的续航能力,同时还能进行空中加油,在日常演练中几天几月挑在天上不着地,也是家常便饭,而且人员居住环境貌似也不是那么舒适。 美国前防长盖茨就曾经抱怨,自己在伊斯上就像坐牢一样,中国用波音737改装的空中指挥机另一个超级核大国,俄罗斯也有自己的空中指挥机,1280,似乎是为了跟美国针尖队慢忙。 当年的苏联也生产了四架这样的空中指挥机,用于满足最高指挥层在核战爆发的时候快速转移,即使指挥的需求,其主要性能也跟第四空中指挥机大同小异。 尽管苏联解体后核战争的危险大幅降低,经济就迫到俄罗斯依然勉励维持着1280的日常使用,并计划更新为新一代的1296空中指挥机,封闭了所有闲窗的图204即将用于改装为空中指挥机作为后起之秀的中国,自然也不会忽视这种地位重要的特殊飞机。 但是国内缺乏大型飞机平台,就采用打擦边球的方式,将波音737改装成了空中指挥机,空中指挥机,毕竟不是作战机型,很难明确界定为军用或者民用,目前至少已经改装了三至四架波音737作为空中指挥平台,打破了美俄的垄断地位,另外还从俄罗斯进口了图204客机进行改装,封闭了所有的闲窗,14和1280同样没有闲窗,估计是一款更加先进。 更加专业的空中指挥机,后面,随着国产大客机平台的问世,我国还将拥有真正自主化的核战末日机,作者,历任克宇无痕。